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人的人生过得怎样 和他的为人处世息息相关 其中,人际关系最能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跟什么样的人来往 多多少少会受到对方的言行举止和价值观的影响 年轻的时候缺乏阅历和经验 看不懂人性,读不懂人心 尚且情有可原 但是人到中年 若还是像年轻时那般冲动,莽撞 只要别人对你稍微好一点 就迫不及待地掏出自己的真心 对对方全盘托出 那多半是要吃亏的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确保自己的真诚 却无法保证对方还你以诚相待 面对人性,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内心的纯良 而不是任由他被有心之人利用 虽然人到中年 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不会那么轻易就被他人牵着鼻子走 但中年人也会拎不清 一般来说 如果人到中年 如果你的身边出现了这四个人 就请及时远离了 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候 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给予对方力所能及的帮助 倒也未尝不可 但是,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在借钱给他人这件事上 就需要更多的考量 像你借钱的人 未必就是不值得深交的人 但是,借了你的钱后 有钱也不还你的人 一定不值得深交 这样的人多半自私自利 关系对他来说 不过是可利用资源 你帮了他 对方只会觉得 是自己凭本事借来的钱 所以,并不会感激你 更不会惦记着 有钱了就还你 自然也就看不到你的难处 这样的人 在你风光时 往往对你极尽阿谀奉承 让你产生友好的错觉 但多半抱着唯利是图的目的 一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就会翻脸不认人 有钱也会先考虑自己 而不是还你钱 年轻的时候 总想着跟周围的人 处好关系 能帮则帮 想着自己若是需要帮助 对方也会念着这点情分 对自己施以援手 当你落难了 需要对方还你钱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些人的真面目 同事小李以前帮过一个朋友 将自己仅有的存款 借给对方度过难关 没想到对方一直说没钱 还不了 但事实上 对方的生活质量比小李还要好 小李每天都想着怎么省钱 对方却每天都大吃大喝 面对小李的质问 对方却始终找借口推辞 说自己都是表面光鲜 其实根本没钱 小李这才明白 自己错信了人 人到中年 遇到有钱也不还你的人 要懂得及时止损 跟这样的人保持距离 要有警惕之心 不要因为对方的花言巧语 而再次信任对方 增加自己的沉默成本 只会让自己输得更惨 人与人之间 有着不同的思维习惯 生活习惯和价值观 必然会产生摩擦和矛盾 就算是侵入一家人 也不例外 但是家人之间的矛盾 若是让外人插手 就很容易激化矛盾 将矛盾变得复杂化 正所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在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人能够 真正的感同身受 他人看到的只是事情的表面 出于安慰你的目的 自然会顺着你 去数落你的家人 甚至有些人别有用心 见不得他人好 爱搬弄是非 而人在心情低落的时候 是会很容易 对那些支持他的人 产生信任感的 自然也就会在潜意识里 认为对方说的对 也就会对自己的家人 更加不满 这时候 家人之间的矛盾 只会更加激烈 隔阂也会越来越大 人到中年 很多人婚姻不顺心 跟子女矛盾也多 就很容易在心理上 依赖外人 外人的一句关心 就让他觉得 自己找到了知己 心里一热 就忍不住将自己的家事 对对方合盘托出 殊不知 自己跟家人之间的事 不过是对方生活里的 一味调味料 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自己却将对方的话 当作治理名言 认为对方说的对 要知道 无论对方当时所说的话 是否真心 跟你利益一致的人 始终是你的家人 绝不会是外人 人到中年 要懂得经营好 自己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遇到问题 要及时跟家人商量 解决 而不是给外人 参和的机会 但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到了中年 反而亲近外人 认为外人比家人更懂自己 结果将自己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处得越来越糟糕 到头来 不仅含了家人的心 也得不到外人的真心实意的帮助 人与人之间 离不开互相帮助 但是 如果对方总是消耗你 利用你 那你就要远离这样的人了 一个人自身的能量 是有限的 而我们所处的环境的好坏 对一个人的能量 是否增长 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果你身边的人 没能给你带来正能量 无法让你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总是让你伤心 难过 那么就要考虑 是否应该及时止损了 年轻的时候 人总是很容易 被其他外在的东西牵着走 但其实 一个人只有将自己过好了 懂得取悦自己 将自己活成一个具有幸福力 满满正能量的人 才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 虽然人到中年 压力会更大 但如果一直活在一种 被消耗的环境之下 那么到头来 往往是得不到他人的珍惜 自己也过得不好 所以 面对压力 更应该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过好自己 才能更好地应对压力 那些只知道消耗你的人 看不见你的付出 自然也就不会珍惜你 而你这时候 若是没有了至于自己的能量 那么人生就会过得 越来越糟糕 所以 如果你的身边 有这样的人 那么 就要及时止损了 学会爱自己 才有可能 过好自己的人生 四 没有分寸感 越界的异性 社会的开放 让许多人的道德观念 和情感观念 也越来越开放 但凡事都应有度 过了就不是好事 反而违背了初衷 很多人都向往爱情 婚姻自由 认为应该跟随自己的内心 但人性是复杂的 人心也有阴暗面 一味地追随内心 只会让自己被欲望驾驭 成为欲望的工具人 真正的自由 是有所为 也有所不为 并不是放任自己 纵容自己 人到中年 见过许多人 也经历过许多事 理应懂得这样的道理 但现实生活中 有些人到了中年 反而将分寸感 丢到脑后 面对没有分寸感 越界的异性 没有自觉拒绝 和保持距离的意识 反而有窃喜 和侥幸的心理 殊不知 是要付出代价的 人到中年 拥有的一切得来不易 理应好好珍惜 但若是因为一时的 窃喜和侥幸心理 就轻易触碰底线 将自己已经得到的一切 抛之脑后 无疑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不可否认 每个人都有欲望 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 放纵自己的理由 人若是起了贪念 非要得到本部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么 必定是要以牺牲 已经拥有的一切为代价 欲望本身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个人 甘愿放弃自我 成为欲望的工具人 以为自己得到了一切 到头来 却成了一无所有 人到中年 虽然并不轻松 也许还会很累 压力也会更大 但也正因为如此 更要注意言行 言于律己 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 要坚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不可轻易越界 任何时候 毁掉一个人的都不是环境 更不是年龄 而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认知 而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认知 决定了他跟什么样的人来往 如果你的身边出现了上述这四个人 是祸不是福 请及时远离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